大家好,我是Mia 我们跟摄影师来谈论视觉问题来到了第三个部分 空间与立体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大多数人在讨论摄影的时候还是喜欢讨论构图和色彩 或者说只讨论构图和色彩 那么我们可以借鉴的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 似乎也已经足够了 不够完成对画面的讨论了 但其实包豪斯体系中的立体构成对摄影也很有启示 但一般不会被讨论到 大部分的直接摄影都是将三维的场景转化到二维的画面中 这个过程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可能习以为常 空间反而容易被忽视 不被人注意 但它却很重要 比如说我们拍照的时候对透视的理解 对立体感的塑造 焦距 影调 景深等等的问题其实都是空间与立体的问题 是我们如何塑造 如何把握空间和立体的问题 在我们备课的吵架过程中呢 也碰撞出了不少有意思的东西 我想呢也是其他课程和内容不太会涉及到的角度 那么我们就开始这个有趣而有启发的章节吧 其实将三维还原在二维平面 将三维转化为二维 不仅是几千年来大部分绘画在做的事情 到了摄影依然在处理这个问题 这个过程反映的就是人类对空间的认知 而且这个过程是很有趣的 比如说埃及金字塔里面常常的永道 被认为是连接生与死的桥梁 在希腊的雕塑中 人体造型关注的是人性的美 而近代欧洲很多画家都着重于凸显空间深度 比如说伦伯朗 他们都表现了一个文明对于空间的理解 总体来说西方是偏自然和科学的偏探索意味的 东方大致是有一些心理和哲学意味的 以西方绘画为例 人们对空间的探索经历了从远近法 透视立体 然后到多元空间 到后来不依赖透视来表达空间 再到后来不表达空间 他们观察空间常常是在一个固定的点 固定的角度去透视 体现出的空间态度是追寻的 控制的 探索的 东方我们以中国为例 因为中国的传统空间意识 我觉得真的是妙不可言 这里我们就多说几句 庄子就曾经约过 以神域而非目视 观之指而神域行 在庄子看来 新神比遵循透视法则的目视 更能够抓住物质的本真 面对虚空 他选择了用心灵的眼去感知去丈量 和大千世界一起歌唱 一起跳舞 受庄子的影响 中国画家用一种流畔的目光 去飘撇上下四方 一目千里 把握全境的阴阳开合 高低起伏的节奏 用心灵的眼去笼罩全景来组织画面 我们经常说 能约会约你就多约一点 多么希望庄子还有机会 能够多约一点 再所以我们说 中国人的空间意识其实是非固定的 也就是流动的 这种流动性一方面表现在观察角度的变化 比如我们审美课讲过的三元法 别看只是小小的角度的变化 这一变就是画镜为动 给死的空间注入了时间的推移 于是在小小的画面中也可以充引起大宇宙 远一点来说的话 中庸里面就曾经写到 诗云渊飞利天 逾越渊渊 延其上下茶也 这里说到上下观察 以大观小 画家就好像可以扶摇石上九万里 在虚空之中去观察大自然的全面节奏和和谐 如此一难的画家就可以抓住景物的神 而不拘泥于横看成岭 侧成风的形 山川的灵气就可以跃染史上 另一方面在中国人眼中 时间和空间是密不可分的 这样的一种认识进一步彰显了 中国人空间境界的流动性 杜甫的诗曾经写到 乾坤万里眼 时序百年星 就是说站在心灵的高处 面对无限的空间 他看见的是 沧海桑田的时空变化 这种变化又恰恰就是一幅 慢慢展开的山水画卷 中国文化说到底 其实就是反映生命 时空就是生命逍遥游的场所 道其实就是阴阳相生的生命节奏 宋代的水墨 米浮云山之中飘动的是他 马远的寒江独调图中游动的也是他 庄子说的 粘笔缺者 虚式生白的白也是他 最后 无论什么样的空间观 首先我们要能够意识到空间的存在 这也是我们这一章节要迈出的第一步 刚才的部分呢 我们像是审美课的昨日重现 现在我们再跳回到视觉原理的风格中 聊一下立体构成 空间构成和摄影的空间观 我们前面说过 这套课程讨论的视觉原理 主要是从包豪斯三大构成的理论出发的 前面我们已经从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的角度来讨论过摄影画面 接下来就是立体构成或者说空间构成了 下面我会通过一些包豪斯的构成作品 再让大家温顾一下这条思路 这是包豪斯学校的平面构成作品 可以看到其实它关心的就是点线面 以及它们组合在一起的形态呀 关系呀比例呀什么的 如果我们加一个维度的话 就可以是色彩构成 很多画面其实既有平面构成关注的点 也有色彩构成的关系 摄影也是一样 我们既关心元素也关心色彩 它们经常同时出现 这些都是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的综合作品 我们看其中的点线面是一个维度 关注其中的色相明度饱和度之类的关系 又是另一个维度 不过不管怎样 它们都是在二维平面上来做的练习 刚才在平面上的构成 如果将它们三维化 其实就变成了立体构成 大家可以看看这些作品 其实就是刚才那些很包豪斯风格的 二维平面作品的三维化 所以一般美术设计建筑学院 学视觉基础的时候 学完平面和色彩 就会学到立体构成 如果还是有朋友没有gay到的话 我这里找了一个比较接近 包豪斯风格的室内设计 大家可以将其中的家具呀 墙面呀等等东西看成是刚才那些 二维上构成作品的立体化 不过我们认为 其实摄影与空间构成的关系 更加的紧密 所以这里就找了一些空间构成的作品 给大家展示 空间构成呢 可以看作是立体构成的一种延伸 一般在建筑 还有室内设计 环境艺术等等的专业 会专门拿来做训练 虽然看起来 它也是一些立体的东西 组合在一起 但是呢 空间构成更关心的是 这些实体所维合成的空间 这里我找到了一份 同济大学的作业 它包括了平面构成 色彩构成 立体构成和空间构成 当然因为它是一张黑白照片 所以色彩构成 看不出来颜色 这张图就能很明显的看到 左边的是平面上的构成 然后右边的上面两张图 是立体构成 然后右边下面的两张图 是空间构成 如果还是有朋友 不明白什么是 对空间的关注 这里我简单做个演示 比如说我们在PPT上 看到这个图形 你认为它是什么呢 是七根线条吗 是一个向上的箭头 还是两个面 还是一个半维合的空间呢 如果它们全部变成黑色的 可能你会觉得 它像是一个平面的形状 如果它有一半是黑色的 可能会感觉像两个面 如果我在这个图上放一只人和一只猫 可能你在视觉上会更加倾向于把它看成是一个半维合的空间 比如说一个墙角 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也就是哪怕在PPT页面这样的二维的媒介 其实也有很多的因素能够让我们对画面产生不同的感受 它们有些时候是平面化的 有些时候是比较立体的 有时候我们会关注到其中的空间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通过照片去摸到真正立体的视线 空间也是一种比较虚的状态 但它们在我们的画面中是无处不在的 当然你也许会说 我都不知道这些概念不也可以照样拍照吗 的确 你不知道任何关于视觉的原理都可以拍照 但知道以后呢 可以更加明确的去研究画面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 我们和相机所面对的世界都是三维的 我们几乎拍的每一张照片都是在面对空间 如果放在Bowhouse的体系下面呢 其实我们的眼睛就是在现实世界里面 不断的利用生命的人 建筑 静物等等的事物做立体构成和空间构成 然后呢通过快门的一瞬间 将它们转化为平面的 在照片上的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 立体构成和空间构成 其实像是一个隐藏在构图和色彩背后的大boss 所以我们建议每一位摄影师都建立起空间思维和立体思维 而不是仅仅有平面思维 这也是美术呀电影呀其他的视觉艺术经常会提到的点 这句话呢有一点点小小的抽象 但其实呢也不难理解 很多摄影师也在自然而然的应用 只是我们这里作为专题专门提出来了 如果我们说了再具体一点 应用到摄影的具体事项的话 其实就是摄影师要面对的空间与立体的问题 就是关注透视 立体感 焦距 景深 影调 氛围 等等的问题 这一刻有点类似于我们空间与立体一篇的开篇概述 下面我们就来先粗略的感受一下摄影师要面对的空间与立体的问题 比如这张照片看起来就很有空间感 有一种很被吸引要往前走的感觉 而这张照片看起来就很平 你不太分得清塔调还有电线 谁在前面谁在后面 这两张就是通过一些手段来控制画面 到底是要强调空间感 展现空间深度 还是要强调平面感比较典型的例子 这张照片拍的是一栋高层建筑的中庭 为什么这张照片看起来这里特别的深 好像要通向无尽的天机的感觉呢 而同一个空间我们换一个方向 换一个角度和焦距来拍摄 是不是感觉就要平缓很多 如果焦距再长一些 影调也发生一些变化的话 空间感可能会再被削弱一些 其实这些都是跟透视有关系 也就是空间感的问题 再比如我们去拍东京新宿的建筑群 这样拍和这样拍 为什么画面的气质感觉很不一样 如果我们用构图来解释的话 似乎没有说到本质 那我们就可以说这张照片通过构图 规避了建筑的轮廓 通过长焦压缩了空间 以及在对比杜布墙的阴天来拍摄 制造了相对比较平面的效果 就我个人而言的话 我会更喜欢这一张 我会觉得这张照片会比刚才那张照片多了很多看点 在立体感方面 如果我们想做到极致 其实基本上是可以做到平面化的 比如说这张照片 这些都是立体和空间思维要关注的点 我们再来看这个场景 这是国内比较著名的商业建筑摄影工作室 存在建筑授权提供的 他们通过这两张照片 提供了焦距造成的空间视觉效果的例子 这两张照片虽然都是在同一个角度拍摄的 为什么看上去感觉不太一样呢 这个就是焦距的变化产生的空间感的变化 第一个呢看起来比较有冲击力 第二个呢看起来平实一些 那具体是如何产生这个变化呢 哪一个更好呢 具体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我们会在后面的透视和焦距的章节专门来讲 此外摄影的光学特性 还有一个对空间感也很重要 那就是景深 比如说同样是拍摄人物 这一张照片一方面它是使用的大景深 另外一方面人物离背景很近 所以你会有一种现实感 这一张两个人物和背后的场景离得比较远 背景虚化呢不是很厉害 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背景虚化是适中的 你会觉得主体和背景有区别 但是呢也没有那么的有隔膜感 而这一张照片 格力高利哈伯恩的作品 它就是那种典型的喜欢用前景深 背景虚化很重 这会让我们感觉到人物像是被凝结在空气中 用很多器材档的行话来说 好像是叫空气切割机 我是觉得很有空间感 很有空气感 空间虽然都在一个色调下 但是呢有很强的层次感 还有摄影中经常讨论的影调 也会在我们这个章节进行详细的讨论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高光 阴影中间调 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这个角度 被韩老师处理的比较的平面 层层叠叠 如果我提高一下对比度 其实建筑的形体 就会比较的被凸显出来 会更加的有立体感一些 大家也可以参考右边的GF动图体会一下 所以说影调和立体感 也会有联系 我们也会关注 当然摄影也不能一项一项孤立起来机械的学 最后我们还是要看整体的氛围 它们可能会受到构图色彩光线 拍摄对象 以及我们刚才说的很多方面的综合影响 我们也要关注这种整体氛围给我们带来的空间和立体感知 比如这张照片的手是伸向向上的空间 虚化的背景空间似乎让画面的前后左右的空间同样得到了扩散 手所在的空间是虚空的 轻盈的 在某一瞬间是凝固的 光线点亮的手指 似乎触碰到了某一种虚空有力量的东西 我们会感叹画面好有感觉 这个感觉就是空间光线色彩构图等等一起营造出来的氛围 而这张照片空间上是多了一层前景 多了一层空间层次 在空间上穿过树枝看到房屋 有一种产生了空间窥探的感觉 其实整体来看 我个人感觉还有点时间上的窥探 窥探过去的感觉 树枝这个前景还增加了画面的残败 落寂的氛围 有点不忍破败 不忍直视的遮掩 整个画面比较偏温暖的色调 有点类似于用喜悦去衬托悲剧 会让人唏嘘 忍不住去想象他们曾经也许也很温暖的样子 这样看来不同的空间描写 也是影响画面的除了色彩构成之外的又一个重要因子 最后是今天想给大家的两个小的tips 第一个是透视、立体感、焦距、景深、影调、氛围 是值得我们摄影师关注的三维问题 也就是空间和立体的问题 第二个空间和立体也是一种思维模式 它有助于摄影师将拍摄场景转化为平面作品 是一个影响画面的容易察觉不到但有很重要的因素 下节课呢我们会来研究影调的问题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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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